我们终于等到了国服S1医生 驴梯 搓搓小手 还有二十多秒 给大家分析波阵容 勘探守木医生挑战师打蜡相师 讲道理这个局我觉得是个平局 光看阵容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平局 然后考虑到这些求生者呢 有点猛 我觉得穷者平局往上 平局或者平局往上 我觉得多跑吧 多跑 因为他们的操作够顶 然后这套地图呢 蜡相师也没那么好打 我觉得应该是穷者平局或者穷者真胜 蜡相师争不了胜 蜡相师争不了胜 这个局蜡相师真的赢不了一点 真的蜡相师就只能考虑怎么平 蜡相师赢不了一点 真的你们信我 这吧 不抓国服S1医生 有点可惜啊 这边选择来抓守木人 医生这边的话 目前看到的是个双坛 不知道他带不带大心脏 因为医生不带大心脏其实蛮多的 抓守木人闷薄命 但抓守木人时间点会往后挪很久啊 闪现一刀想打个震慑 没能成功 这个闪现震慑如果打出来的话 其实节奏还挺香的 但是很可惜这边没打出震慑 没打出震慑的话 守木人这边 三秒钟交铲子 好的 那就在这块板子跟你绕 这块板子我估计 这块板子我估计根本扛不住 为什么呢 算了 不圆了 不说了 就这样吧 这边守木人应该是要倒地了 这边守木人倒地算了时间 算了机子 差不多应该也要两台半超过了 三台 三台的总量 很可惜的是 球人这边应该没有薄命了吧 要有薄命 医生 来我们今天就给到国父SE医生 他这边要救下人以后 帮帮扛一刀 让守木人 有牵制起来的可能性 但是这边打一刀以后 这个守木人是个二级 医生不会单纯就过来修机子的吧 本来我只想安静静地修机子 我也没想来救人的 对吧 既然你来了 这边救下来 香水回 医生掩护 能不能掩护走 能不能扛野刀 因为这个辣香尸是个二级辣香尸 这边起一波热辣三个人 伤害拉满的 噢 噴得好索 全部喷残 但是条式这边顶出了一瓶香水 也招不住 这一波伤害是打了三刀 这一波热辣直接打出了一个三刀的伤害 求人者在这一波血亏 亏得妈妈都不认识了 但还好有医生的存在 医生这边的话 他可以立即补状态 看来再来救一波人 弹开 人 救下来 吃一刀 人能救下 但是守木人真保不下来 真的保不下来 就他们这边如果再有一个薄命就好了 或者医生 条样式当中再有个薄命 我觉得这波拉开机子 薄命时间一拖 这个局就是偏向于四刀 这样的话 蜡香水顺势击倒了勘探员 那么这边有没有机会 再来带走这个守木人呢 先把这个窗给封了 没封住 没封住啊 这波没封住 那守木人还能再拖一拖 算机子 条样式这边46 医生来了 总不能拖到这勘探员教自己 然后再来打架吧 这你不好说的 勘探员起来了 哎哎哎哎哎哎 这波刚才这个窗没封住 让守木人再 再再再再再再再 起热辣 又来了又来了 满满的辣 满满的辣 全是辣全是辣 喝辣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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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场卡着 条式那边点门 他应该是放下了吧 我觉得 这个传送耳鸣 没有触发贴边走的 回头 有耳鸣 有耳鸣 一声 在里面 能够发现 这个医生的话 因为手里还有手传送 然后地窖不在小门 偏向于一个多 偏向于一个多 但现在好像没发现 没发现 有足迹 传 看到强尸了 完了 这不会多抓吧 传锋了 但是他没看到这强尸 这不强尸 怎么地隐形了吗 在他那个视野当中 完全没看到强尸 但医生现在位置 好像也暴露了 医生位置也暴露了 这边 好像 走 走 了 二十多秒的挽留 和兴奋 其实医生怎么走 来 精度给到医生 拖到挽留 结束 也不好走 哇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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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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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